我一天的工作大概從8點開始 或是用半小時來安排今日的工作 這晚午餐後即將迎來我每週一下午2點的週任務對齊會 我自己是一個很討厭開會的人 所以團隊會議時間要短的方法就是 文檔先行 哈囉你好我是雷蒙 今天想和你分享 藝人公司的內容創作者 怎麼在家遠距工作的一日記錄 我會特別分享能夠提升學習跟工作效率的方法還有技巧 並且推薦一些我每天都會打開的數位工具給你 我一天的工作大概從8點開始 或是用半小時來安排今日的工作 把今天最重要的兩到三件任務 放進行事裡保護起來 我會先在Notion上建立今天的日記 我根據自己的需求打造屬於自己的日記模板 能夠提醒我去記錄每天的一些小習慣 例如早上的服務體身還有一杯600cc的溫開水 下面的任務區也會自動抓今天到期的任務給我 我會先把白天要優先處理的任務往左拉 關聯到今日的日記 事實上幾乎我所有的工作跟生活都是使用Notion來管理 Notion不只是一款筆記工具 它跟市面上的應用還有其他的App的最主要差別在於 其他的App都是別人寫好給你 你只能按照他們給你的工作方式去使用 但Notion能夠根據自己的使用習慣還有需求 去重新設計你的數位工作系統 像是我自己打造一個團隊的工作區 一進來的Dashboard也就是我們團隊的儀表板 有我們品牌的願景還有12月的重要行程跟任務目標 那今年除了我跟柚子兩個人 我們還找兩個兼職的夥伴 一個協助我做內容產品的行銷推廣 一個協助柚子做會員社群的經營 兩個夥伴平均一天工作4小時也是全遠距跟我們協作 所以我們都會在這個Notion工作區上回報任務進度 透過文檔撰寫的方式進行非同步的協作 因為Notion的自由跟彈性我幾乎能把所有的東西都放進Notion裡面 這樣子一來就不用擔心多個軟體去切換 然後找不到東西或是在切換的過程就是在破壞我的專注力 我在後面也會進一步分享 我是怎麼樣區分代辦清單裡面的Task 也是任務跟形式力上面的Event行程 整理完今天的任務後 如果沒有需要立刻緊急處理的工作 中午前通常是我的閱讀時段 我會先去沖一杯咖啡準備一杯溫水 然後一邊配著我的線上閱讀器Reader 邊閱讀邊把這兩杯給喝完 經典我把閱讀這件事情 全部整合在RewiseReader這個工具上 它能夠幫助我整合我所有的輸入來源 不僅僅是RSS 還能用它給我的專屬Email地址 去訂閱想要的電子報 這樣一來我的個人信箱 就不會塞滿都是各式各樣的電子報 當然你也可以直接單篇文章或影片快速輸入進來 甚至如果在你在逛社群媒體 也可以透過游覽器的插件來快速捕捉 連你的畫線都會給記錄下來 也因為所有的來源都整合進來 所以我只需要在同一個地方閱讀 加上這裡的閱讀介面乾淨沒有廣告 能夠讓我更專注在閱讀本身 甚至它也提供了AI在要跟問答功能 只不過因為Reader才剛出來沒多久 目前出來的AI的結果大多是英文 我相信未來會持續開放讓我們制定語言 另外最強大的是 所有在Reader上的畫線 都可以透過Rewise 自動投目到幾乎所有常見的筆記跟知識管理工具 我目前是投不到我的Helabets 這樣子每天晚上 我就能把今天收集的highlight 進一步整理到日記 或者是我正在研究的主題領域裡面 吃完午餐後 即將迎來我每週一下午2點的週任務對齊會 我自己是一個很討厭開會的人 所以團隊會議時間要短的方法就是 文檔先行 在2點開會前 我們每個人會用30分鐘 把要提問的問題 遇到的困難需要的協助 全部先用文檔 列在我們的會議記錄的模板裡面 因為最浪費時間的會議 就是你一言我喻語 然後還沒有把任何的記錄給留下來 所以我們會先用文字協助 把60%的問題預先解決掉 剩下的40%比較難用文字溝通來呈現的問題 我們會直接開麥克風來進行討論 在畫面上是我們的會議文檔模板 建立的時候 會直接抓我們會議日之前 還會完成正在執行的任務 讓我們可以快速方便的一覽 知道彼此最近投入在哪些任務上 我知道很多人會羨慕遠距工作者 享受了自由的優勢 能在自己偏好的地點跟時間工作 但遠距工作者也必須是一個更主動積極的工作者 因為他不需要別人吹或者是不應該被別人吹 但人都不免會被惰性給影響 該怎麼辦呢 我認為是設計一套好的工作系統 讓工具來降低工作的摩擦力 來增加工作的樂趣 所以我把Notion Project重新設計 打造了你現在看到的這一套團隊管理系統 例如這是我們的任務資料庫 每個頁面就是一個任務 所以我們可以讓行動可視化追蹤 可聚焦討論 可統計成效 在Notion 裡面 同一個任務的資料庫 能夠根據不同的需求 設置成不同的檢視模式 有每週任務的達成率 有日曆形態的檢視 有專案達成的狀況 像是我最常看到的就是這三個 第一個是根據專案 一覽所有任務的執行狀況 第二個是我所負責的任務 來按照任務的狀態進行分組 而最上面就是夥伴們正在等我處理的任務 要先解決掉別人才可以持續推進 對吧 第三個是按照人去分組 一覽每一個夥伴目前身上負責的行動跟任務 所以有這套工具之後 我不需要再去擺操心擔心說 這周是不是誰誰誰沒有做好任務 因為我打開任務資料庫就會一覽無遺了 身為一個個人工作者 必須一人掌管負責許多的麻煩事情 所以讓工具成為我們最好的助手 是降低焦慮的必要方式 我也有在我的部落格寫一篇文章 專門分享這套 Notion Project 的系統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前往閱讀了解更多 關於工作設備 我上個月拍過一整集的分享 對的工作方法直接影響到工作效能 好的設備則是關係到舒適度 影響我們能不能做得久 這也是我們保持專注的關鍵 如果只能推薦三個產品給遠距或在家工作者的話 我會推薦人體工學椅 電動升降座 跟人體工學的鍵盤還有滑鼠 因為這三個都能夠提升專注的狀態 用錯則會累積成傷害 詐姆社群這三個俗稱黑客三寶 從左到右是單價的高到低 如果你三個都還沒有的話 我會先建議你可以先改善你的鍵盤跟滑鼠 最近羅技推出了一組新的鍵盤跟滑鼠 和你快速分享這個組合 而我目前使用的配置有什麼樣的差別 該怎麼選 Wave鍵盤跟K860比起來寬度縮小許多 很適合桌面不大 以及習慣筆電鍵盤配置的人 還有Leave垂直滑鼠 也是我原先的Vertical的縮小版 更適合中小手的人 鍵盤的敲擊感比較類似機器的鍵盤 而且一樣有配置實體的麥克風進行鍵 對常開會的人來說特別的方便 而且都支援Option家的Smart Actions 能夠設置快捷鍵的組合 一鍵處理多工的任務 要提醒的是 如果要切換到人體工學的鍵盤滑鼠配置 我們都需要一些些的時間 我也是花了整整兩週 才適應K860這種分離式的鍵盤 能夠回到正常的盲打狀態 我認為這還是值得投資的一件事情 我的手長有20公分 我也比較少用筆電 所以我就會更喜歡左邊的組合 柚子的手長是17公分 那他就會更適合右邊的組合 建議你可以去實體門市試打看看 找到能夠提升工作效能 而且你最長久舒適的鍵盤跟滑鼠 除了用對工具來增加工作的樂趣之外 在家工作有兩件事情非常重要 第一個就是專屬獨立的工作區域 之前在基隆的時候 我跟我老婆是兩個升降桌連在一起 我們坐在隔壁 但這種座位很容易讓我們 被別人螢幕上的內容給分心 或者一不小心 就會容易直接喊一句 幫我看一下什麼東西好不好 幫我拿一下什麼東西好不好 這件事情就很容易打擾對方 中斷對方的心流跟專注 一位加州大學的教授 他做過一個研究 當你的專注被中斷後 平均需要23分鐘 才能夠回到原本專注的狀態 所以我們搬家之後的工作桌 就設計成面對面 如果有事情要找彼此 我們可以先透過訊息留言的非同步溝通 如果都有空 我們才會開始講話的直接溝通模式 因為當我要認真工作的時候 我會開啟電腦上的專注模式 戴上耳機 所以所有通知基本上不會影響到我 打造一個專屬的工作空間 是每一個現代人都值得投入的事情 第二個是刻意安排出運動時間 在家工作的好處 就是沒有了通勤 少了人及人的煩躁交通 但也少了步行跟日常的活動 就像我今年11月去泰國旅行才發現 因為每一天都會出去走走 幾乎每天都能夠運動三圓環達標 但是一回到家裡面工作的日常 如果沒有刻意安排去運動 基本上根本不會有運動量 所以我現在都會刻意安排一些短暫的運動時間 像是工作的片刻 換成站立工作 或者是利用泡茶上廁所的小片刻 去做一下福音提升 或者拉拉單槓 不過當然最好的方式 還是直接安排個一小時去健身房 否則在家就會一直想要工作 一直坐在電腦桌前面 雖然拍影片是我很喜歡的興趣 但我的主業是數位工作室的教學 所以平時會寫免費的電子報 分享我這週的所見所學 以及好的應用工具的推薦 目前已經寫到了120期 我之所以會分享 所以我希望能夠讓大家不用 對新的工具弄得非常焦慮 所以我的習慣是慢一點來分享 至少分享的東西都是我自己有用過 不過因為是免費的電子報 我通常每一週會清掉一些非活躍的用戶 像是90天都沒有開過我的信的人 否則訂閱數極佳到1萬人 我每年要花1200多的美金給電子報平台 到了晚餐的時段 現在除了朋友聚餐會吃外食 其餘時間我都是自己煮 除了煮飯給老婆吃 也是一種幸福的成就之外 吃飯也是我們聊聊天看劇的休閒時間 我今年到澳洲旅行的時候 認識到一種料理叫做POPBO 叫做夏威夷蓋飯 主要是以原型食物的搭配 我們可以一次煮好一堆放進冰箱裡面 讓我們想要吃一些食材混在一起 然後加上Costco的胡麻醬 就非常非常的好吃又健康 晚上9點之後 我會再檢查一下今天的任務狀況 如果今天的工作差不多做完了 我會開始去回覆訊息 看看會員頻道裡面有沒有一些有意思的討論 這個時段就是比較零碎的 所以我會看一些數位工具的最新消息 然後再清一下Reader上的內容 邊閱讀一些輕鬆的消息跟資訊 然後邊回覆訊息 是一個比較好讓自己不要陷入太過閒聊的方法 深夜回覆訊息啊 避免對方正在線上 陷入一個你來我往的機制 然後就停不下來了 最後我會打開我的TrapGPT的日記助手 他會收集我一整天的想法跟筆記 整理成一個更有邏輯還有格式更好的日記 這個日記啊 通常來自於我工作跟閱讀中的片段想法 或者也可以直接使用TrapGPT的語音輸入 用日記來結束一天 請他幫我列出我的學習點 還有感謝的事 這就是我2023年在家工作的一天 希望這些分享對你有所幫助